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事实上他没有经过空头的考验 来到空头的时候发现这些东西都不可信 什么东西可信 宇宙真理永远是可以相信的 这叫物极必反 对吧 这个昨天大概不知道有多少人 花了多少的时间在解释 哪里以下是买点 然后 其实这种东西我就不讲了 你如果把这个胜负点拉到 无限远以后 其实什么东西都可以讲 比方说台电我可以跟你讲600块以下 币减金随便买 你现在破了500我也可以跟你讲说 破了500 以下随便买 然后我们走着瞧 或者说台股 15000点随便买 我们走着瞧 14000点我压身家 等等类似这种 把所谓的输赢的时间线往后拉 那不跟你讲这个输赢时间线的东西 输赢的胜负点 就等于下注嘛 那下注这个当然永远都是市场上 想要博明的人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情 但是真正的实战操作者 是不搞这一套的 因为你把时间线 胜负的时间线拉到以后 我也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赢 对不对 就好像说市场上最常讲一个巴菲特的 别人恐惧的时候我贪婪 那这个有很大的问题 在这一次的下跌过程当中 你已经恐惧了五六次了 请问哪一次贪婪是对的 我可以告诉你哪一次贪婪是对的 最后一次是对的 那你怎么知道这一次是不是最后一次呢 所以举凡这些所有的马后炮 包括昨天有非常多的赫赫有名的 都是一些大网红 这个财经分析师跟你讲说 融资要单日大减多少 然后贺贵三雄早就已经告诉你 这里不能接 我是不是在两个月前跟你说 这一波千万不能够做扬名长容 等等之类的 所有这些回溯的东西 其实都是没有用的 那都只是在你的伤口上面 撒盐巴而已 对不对 讲那个东西一直都没有用 我觉得要嘛你就离开 要不然就是我们抄底 对不对 为什么要抄底 我今天就来讲讲为什么要抄底 全台湾大概剩下我 我很清楚一件事情 不敢跟你说我一定 我一定百分之百准确或怎么样 稳赢什么之类的 但是我很确定知道一件事情 做股票在我们来股票市场是要干嘛的 是要来赚钱的 不是来解释已经发生了什么事情 对不对 一直告诉你说什么 两个月之前告诉你不能玩货柜山雄 两个月之前就告诉你不能够玩扬名 本来就已经告诉你说融资还没杀完 你看怎么样又怎样 类似这种马后炮你看久了 你不觉得烦吗 对不对 再不然就是把那个胜负的输赢点 无限的往后拉 台积电几块钱以下随便买 随便买随便买 台股16000以下随便买 15500以下随便买 只要破了15000 我压身家 我拿到房子抵押 我随便买 对不对 就下这种斬鸡头下毒室 对不对 类似这种东西 看久了就很好笑 对不对 因为会讲这种废话的人 他这辈子一定不是第一次讲 你下跌的过程当中 足足跌了6个月 很多人至少讲了5到6次 甚至于讲10次了 每次都说破哪里我随便买 破1万5我随便买 破1万4我随便买 只要敢破1万点 我没有下去买 我剃光头 对不对 我这种恨 所以为什么 为什么很多的观众 感觉到心里很冷 切心了对不对 对于这个市场上 但是我告诉你 这些东西 你到最后你要相信宇宙的真理 股票市场上就是来赚钱的 你获达一点很多事情 你就看开了 对不对 没有什么哪一种股票 因为它比较高级 它是护国深山 所以它不会跌 没有这种事 没有什么股票说这个地方涨 只是画一个梦想 炒完了就没了 那问题是在炒的过程当中 人家赚了500万 你赚了没有 对吧 所以什么叫物极必反 当市场上出现更大的利空 鲍尔他讲什么你知道吗 他说美国的经济体 可以承受更大幅度的升息 这句话讲的蛮狠的吧 你上一次就已经升三马了 他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四马五马我都不在乎了 美国挺得住 这句话摆明是美国挺得住 三马升完还讲这句话 结果你看美国没有跌 这东西就叫做 你已经下不去了 正常来讲 人们喜欢在利多的时候 看好一档股票 但是在空头格局当中 利多不见得会推升一档股票 哪怕你今天是基本面 哪怕你是营收创新高 你照样会破底 对不对 基本面在空头中是没有用的 那么只要卖单 秩序要去卖你 你就是只能够破底 决定股票最终涨跌的是 买的力道跟卖的力道谁大 对吧 那买的力道 愿意抄底的力道 大于卖出的力道 你自然就上来了 那空头的格局当中 如果给你一个大力空 你跌不下去 是不是就变成物极必反 因为你不破 那你是不是要去解释这个事情 你不要去解释 你去解释的话就没有意思了 对不对 当你去解释的话就代表 在物极必反的当下 你没有站在对的一方 对不对 破不下去的时候 你又没有站在买方 这才是我们要讲的重点 所以今天上来的 很多股票开始供 不是所有的股票都要上供 是一部分的股票 注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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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股票还没有物极必反 你要做的是已经物极必反的股票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盘式 这是不是一个成功的日出 不是 为什么 过了桌高没有收在桌高的上方 但是 因为你周线收了一个下影线 这里尝试去做一个底背离 底背离的意思就是说 那我们来看一下去年最后一波起张点 指数破一个前低对不对 但是你指标没有破前低 周线的KD已经算蛮慢的 这个地方如果做出一个底背离 后面的日出有机会做一个反攻 先不论你能够反攻多少 至少在多头的控盘期间 有8到13周的机会 如果你现在这个情形来讲 现在这里尝试做底背离 因为周线的格局破了一个前破低点 但是指标并没有 下个礼拜只要在这一根范围里面 做一个收链 像这里做一个收链 不用过高也不用破低 你只要收链就好了 收链做出一个小红K 或甚至于小黑K也无所谓 那么到了7月的第一个礼拜 或第二个礼拜 做出一个日出就有机会了 但7月的日出跟这里不太一样 因为8月份并没有FET升息的时间点 9月份升息的时间点 是在9月底 对不对 所以中间这个空窗期至少8到13周 你就是要利用这个机会 那大盘还没有日出之前 有没有股票已经开始先攻 绝对有 就是已经物极必反的股票 那我们来看到今天早上台子期 开出来的时候 第一个是5分钟线在这里 这是期货市场的看法 第二根叫做现货 但是你可以看到两边是同向的 可是今天并没有有效的破单边 那当然下半场这个 当冲的跟格日冲的出来了以后 有没有 部分的股票不是在彻低吗 但是尾盘的时候你可以看到 两边没有做出有效的突破跌破 那就代表说市场上已经 没有在下杀的那个力道了 但是并没有做明显的上攻 这就表示怎么样 准备在酝酿区间 准备酿区间 就我跟各位讲下个礼拜 你看这个区间只要熟练 7月的机会就来了 好 那第一个当然 正央一定是在长农阳明 长农阳明这里下个礼拜 因为你要除息 所以除息的话你价格会失增 你这个18块扣掉以后 因为你这个18块 从现在这个价格往下扣 你会看到八字头 对不对 所以有一些朋友 他又不喜欢除息 因为除息有税制的问题 这基本上两种逻辑 第一个就是说礼拜一要 要除下去 那你要先看阳明怎么做 假设你除下去 周二你就日出 那这个就只稳了 再来一个是长农 长农除息的稍微晚两天 那么一样 那有另外一种情形就是说 他会不会先在除息之前 拉一个短勾勾上来 除息因为你要扣掉18块 你再把它扣下去 然后左低不破右低 打一个双底上来 这也是有机会的 所以不管怎么说下个礼拜 当然重要 如果下下周 七月做出一个第一个周格局的日出 行金就开始做反弹 那为什么股票要讲到抄底这件事情 我们就是要讲为什么要抄底 假设一档股票 它从100块跌到20块 对不对 那你才从20块反弹到40块 一定会有人在那边凑嘴 跌那么深 反弹两成有什么用 对不对 高档这种股票叫做高档出货 拉一些不切实际的梦想 对不对 比特币 该死 什么元宇宙 什么生计股 对不对 就骂臭嘴 臭嘴就是骂 但是 它告诉你说 如果你套在90 反弹两成没有用 因为100块 20块是要弹两成 对吧 可是你套在80块 可是你错了 因为在这个时间点 一旦做出了一个周线的日落 你可以轻松的出掉 出掉了以后 你只要在20块买回来 注意 如果你在20块买100张 一张2万对不对 100张是不是200万 你只要反弹到40 就算你不解套 无所谓 你可以赚多少 足足赚他200万 没错吧 这就是为什么要抄底的原因 因为这是一个数字的魔术 因为同样的一件事情 看在两种人的眼睛里面 你会有两种不同的答案 这种叫做臭嘴 就是整天骂人家炒作 对不对 什么高档爆量 什么拉上影线 高档要出货 什么元宇宙只是做梦 什么没有EPS 没有本益比 什么本益比太高 类似那种废话的 有没有 蛮多的 市场上不是很多人 喜欢讲那种废话的 有没有 如果说你今天 在这边赚了500万 我没话讲 通常会讲这种话的人 偏偏又赚不到 那就骂人家 可是这种叫做臭嘴者 另外一种叫做什么 成功者 你要当哪一种 所以说同样一件事情 你在两个不同的角度 你会看到两个不同的世界 在我看来 这么多的股票跌得这么深 你反弹只要弹一点点 你底部进场就可以赚一倍 为什么不抢 为什么不抢 对不对 为什么不抢 我想不到理由 为什么不抢 你跌3000点你不抢 跌4000点你不抢 当然要抢 为什么不抢 到底就在这里 对不对 哪怕你今年已经赔了300万 200万 你只要底部翻一个50%上来 你可以一次全部把它搬回来 对不对 你今年有做到生计的也一样 有做到汽车的也是一样 你可以翻回来 你说这个150块钱的长容跌下来 你好惨 天怒人怨 你150跌到50也跌到100才多少 不到五成 才30几% 50块你去除以150才跌多少 30几% 30几%算什么 两根掌停就回来了 我没有在骗你 真的很简单 两根掌停就回来 我现在就表演给你看 我讲真的 你在 别人的节目你算 你找不到就算了 现在讲绩效老师蛮少的 现在真正有在操作 还能够拿绩效出来的 你看到我真的是这个节目很珍贵 我跟你是缘分你知道吗 你注定是要遇到我的 再来看一次 众人反弹时 礼拜二 大家都说反弹失败 对不对 礼拜三就破底 投资朋友们 反弹的过程当中 重点是在 谁创造了新主流 对不对 当大盘回破第二只脚的时候 原先的主流它会怎么样 继续创高 我这样讲没有错吧 破底翻了第一只 是不是就红达电 这是不是21号 是吧 这我的节目讲了吧 不是我不信菜 真的 这我的节目讲了吧 是不是破底翻了第一只 没错嘛 王雪红拿到联想的读懂 没错嘛 来 再来一个是为什么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要当乐观悲观 还是自我幻想者 这有问题 这个已经跌得这么深了 元宇宙没救了 我看到的是 如果你抄底成功 你还可以有机会翻倍 事实证明我对了 没错吧 而且昨天是第一黑嘛 首应战法的买点也是在那里 就算你礼拜二礼拜三没有买到7涨点 你还可以在昨天趁拉回的时候 再买一笔红达电 这昨天 早上我 一早来我们股票锁了就 也没 就早上9点半攻上去的 对不对 首应战法只能用在强势的股票 昨天是第一黑 第一黑就是首应嘛 所以第一个买点在这边 日出时 这不是日出吗 这是标准的日出啊 第二个买点在首应 第三个卖点下个礼拜 对吧 第一个买点一定这一天嘛 日出嘛 第二就是首应 再来呢 下个礼拜 拉上来几根 两根半 看到没有 接下来就是很简单啊 宏达电的月K棒 因为我的重点在月K嘛 你拉回来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月半年了 你拉回来半年月K棒落出第一个日出 你接下来就要看META 有没有跟你反弹了 国际股市在英雄上的话 因为现在只是王雪鸿他们家自己嘛 你接下来美国只要反弹的话 你就轰开了 又多了一个族群底部起涨 那再来就威胜这个不讲了 那大家也应该就知道 位数这一次比较强 股本比较小嘛 对不对 那已经做了一个假跌破 这里重新站在平台的上方 今天站上季线了 杨明光这些股票都算在内 打了一只双脚 除了解释下跌 再怎么有效的节目都没有用 或者是高档回溯马后炮 告诉你说 其实我早就告诉你上个礼拜 跟你警告过不能够追 那种节目通通都没有用 比不上直接带你抄底 赚到涨停的老师 你不觉得吗 那再来就是我们看到太阳能也上来了 一样都是破底翻 可是这个破底翻不是真正的破底 因为他们的起涨点去年很低 他们只是涨了一大段以后 看起来破底 其实没有破底 只是把去年的涨幅做一个回吐了 那联合再生是今天这一次 第一个站上季线的 那当然有他的新闻 简单的来讲就是我告诉各位 这个机会来了 现在就是 我们今天开放十个名额好了好不好 这十个名额 我做什么 我带你跟着我做什么 电话直接通知你 我讲真的 因为我认为现在在这个地方进场的人 是天之骄子 因为在这个时间点进场 你一定对赚钱很大的渴望 而且你认同我们的逻辑 对不对 就是放下自己的框架 谁当主流就做谁 认同这件事情 你知道三根涨停 你知道五根涨停 可以把你过去的一切 全部搬回来的话 那么变化播进来 礼拜一的早上 我会先通知你们这十个人 听清楚有三大族群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我们等一下告诉各位 想跟我讲话的把握今天 这是我们这个节目 开始播出以来 应该第一次吧 我接时通 因为我认为你是天之骄子 你就是下半年最大的赢家 听清楚我要叫你做什么 来我告诉各位 100跌到20 弹到40你就是一倍 这就是我们可以说明 上礼拜告诉各位 现在向下的空间 就是以后反弹的空间 这是一个最佳写照 想要偏翻倍的朋友 现在看一下主流在哪边 第一个 星耀研发当中的低价股 看清楚 礼拜三 拉出第一个红包黑 这是不是首音 这当然是第一根首音 礼拜一打出第一根首音 看清楚 首音被包覆之后的第一根涨停 这叫第二根涨停 再来我们看到百炎 百炎拉出第三根涨停 是不是星耀 这里是不是首音战法最好的进场点 首音呢 音是阴阳的音 第一根黑棒的买法 叫做首音战法 同样的道理 空头格局当中第一根反弹的放空法 叫做什么 首阳空法 首音战法跟首阳战法 它只能够用在特定的几个状况 但是一定是适用于强势股 你先回头来看 你就可以理解 为什么红塔店要抄在昨天 这是第一根黑棒 所以我才会说 第一个买点一定是礼拜二 再来就是昨天礼拜四 第三个买点下个礼拜 再拉回第二次的时候 那我们看到三根涨停带上去 这当然就主流了 那你说三根涨停还不当主流 你什么当主流 你这个还批评 你就太瞎扯了 不可能你拉三十几%上来 你说他不是主流 对吧 所以你看一档股票你做对了 你整个 好我这样讲 就算你把 常动涨停砍错了 你把他砍掉了 你没有抄底 你砍掉了 你一把就追回来了 砍掉不是离场是换股 抄对股票三成一下就回来了 剑桥嘛 这根上影线 很害怕对不对 吓死了 专门买上影线 我专门就买上影线 你不买上影线 你要买哪一根 你上影线怎么来的 一定当充客 所以未来的卖押在当天都消化了 那你还不买 创新高看到没有 我们看合一拉尾盘 这个跟今天的那个 其实政策股又回来了 靠选主要又进了 一个是绿能 生计也有 我们看一下当然就解封了 富野 昨天有跟哥预告过 要反攻了 对不对 今天就东哥了 这是标准的什么 第一个日出 所以看我的逻辑 日出格局不用讲 日出格局第一次收盘价 跟盘中的高点比昨天高 就是你跟前一天比 对不对 第一次出现收上去 所以什么时候容易收上去 就是前一天出现什么 小阴小阳的时候 你的范围很窄 第二天就容易收上去 你前一天如果是大长虹 大长虹就不容易 对吧 有一种变形的日出 你要从小时图去看 因为现在有一种状况是 常常会买在上影线的隔天 这个时候你就没有办法 去抓他的日出 对不对 这个我之前在保瑞 已经讲过了 我就不讲了 我们来看一下八方云集 上影线漂亮吧 这就很明显的 今天就是创高了 所以昨天上影线 是不是做一个当冲调了 当冲调了 起涨的第一根黑棒在哪里 在这里 为什么这个黑棒隔天没有涨停 这个股票不够强吗 传产股有的股票 不是那种喷出型的 你是慢慢爬上去的 所以你看美食 对吧 创新高 这是85度C 除了85度C跟八方云集 国内还有餐饮股可以买 这个 有几家他进去吃一顿饭 是要几千块的 我就先把它放在后面 另外有几家也是属于 200块进去可以买得到的 我认为至少有三档 我现在还不讲 我就要带你买 打电话进来 再来就是点菜机 对不对 你美食什么都已经涨了 你总要涨点菜的 不然你怎么点菜 广基来了 这一切都是有逻辑的 你知道吗 资金都回来了 这是集团股劳 来循序概念 抢这一次的反攻 很重要 抢反攻 这个兵分两路 这一波已经开始供了股票 务必要把握 今天有10个名额 我会特别在这个地方 照顾各位 那么好好把握这一次的机会 下个礼拜当然我们有 好几张股票 像我刚刚跟各位讲的 包括第一个抗通膨 再来生技股还没有涨的那支CDMO 这个地方航运要怎么抄底 以及元宇宙的下一步 礼拜一带你做进场 关系至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同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视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